市務委員好 市務長好 辛苦了 漫長的一天 謝謝 但是既然這樣經過了這麼長時間 我早上都很認真聽您的答覆 那在這裡請你幫我們再重複一次 你對轉型正義的定義 你認為轉型正義是什麼 你知道去有說嗎 你現在還不能再說一次 轉型正義 就是 公不正不義的 變成公 變成正義 然後民主 在實施民主過程 民主轉化為民主之前 民主制度之前 人民所遭受到人權的迫害 或等等的相關事項 這些不公不義都是多教主 好 那這種不公不義 在過去的台灣有沒有發生過 有啊 228事件就是 都有嘛 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好 所以在這樣我們現在台灣 在我們這個經過威權統治之下 曾經發生這麼多不公不義事件的狀況下 為了促進社會的和解 為了要讓社會往前進 我們推動轉型正義 是不是必要的 那當然 那當然是必要 你早上也是說 行政院的態度認為 其實推動轉型正義是有必要的吧 對 好 那秘書長 我想請問你另外一個身份 身為一個國民黨黨員 國民黨到底知不支持推動轉型正義 我不能幫國民黨來講話 我今天是代表行政院 然後我說你的另外一個身份 是國民黨黨員 從今天早上 我聽了國民黨的幾個委員 他們也不反對轉型正義 也不反對轉型正義 但是我們把很多的事情包在一起 希望讓這件事情擴大 剛剛聽到包括說老共破帶炮彈打過來 是不是這個有傷亡的要賠償 也應該要算在裡面 那等等各式各樣的都放在 包括慰安婦啦 包括 通通都加在一起了 認為這都是不公不義的事件 對 但是 那我想請問 那行政院這邊 也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事件 那行政院這邊 有沒有過去這八年來 國民黨執政的時期 有沒有打算推出什麼樣的方案 來解決這個事情呢 因為過去在 如果在威權時代 所發現的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可以透過立法來解決 大概都有解決 其實你們的態度就是 你的態度就是今天的口頭報告嘛 你認為其實現行的法律已經足夠了 因為已經都在做了嘛 現行的法律不一定夠 如果你發現有可以轉型正義 要透過法律修正來做的 就要在新訂 你早上其實不只是說透過法律修正 你甚至說可以制定法律來做嘛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討論 其實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正是因為社會上曾經經過這麼多不公不義的狀況 這是歷史的傷痕 這是大家的眼淚 這麼嚴肅的事情 我聽到剛剛有委員說 其實這個轉型正義轉來轉去 要轉幾次都可以 我覺得這實在是太過輕挑啦 因為我們現在在處理的正是一個 基於過往歷史的狀況 所產生的 大家很遺憾要面對的 希望能夠挖掘諸真相 讓大家各自就定位 可以雖然有不同的過去 希望但有共同的未來 我們這新一代通通都要在這裡繼續延續下去 希望能夠知道我們如何面對彼此 然後同理繼續走下去 這難道不重要嗎 這當然重要嘛 我相信你也是持肯定的態度 所以我們既然要解決這件事情 那麼現在的法律有沒有辦法能夠完全解決 你現在也說沒有啊 雖然剛剛賴委員 你要看到你要先講出哪一點是不公不義的事情 要有這個的話你才針對這個議案然後去處理 我就舉一個例子啦 洪仲秋的案發生了以後 設了一個軍事菸疫審訴委員會 後來也解決了很多問題 所以我剛剛提到就是不一定要在行政院成立一個 獨立的機關來做 我們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 要怎麼樣能夠去發掘追究出哪些事情是不公不義的狀況 因為我們現在跟轉型正義有關的法案 只有三個啊 第一個就是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力回復條例 第二個是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即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第三個是228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 沒有 這三個條例跟轉型正義有關的 但是早上法務部也說啦 這三個條例完全沒有處理到司法追究的部分 現在檔案法 也希望把那些政治的一些的 這是檔案法的部分嘛 那我們現在在討論的剛剛就是在說 怎麼樣哪一些是不公不義 你在說的也是哪一些是不公不義 剛剛法務部早上才說 我們現在的狀況確實是只有被害人 沒有加害人的部分 我們根本不知道誰應該要為這件事情負責啊 剛剛上台的幾位主管機關 我們想問中正紀念堂好了 中正紀念堂敢明確的指出 誰應該要為228負責任嗎 中正紀念堂一定不可以啊 一定不可以 請坐 請坐 還沒有請你上台 中正紀念堂一定不敢提出來嘛 228事件已經有法律 甚至中正紀念堂不知道要 有基金會 有賠償 誰是228事件的加害人 民主黨 你知道去說那誰是加害人 當時的政府 國民政府 當時的國民政府一定有人吧 那一些人 國民政府那些政府都有責任 你可以在這裡講出誰是 228事件加害人的具體人民嗎 講政府啦 怎麼講人民 你知道去就是這樣扯不完 這都一個即時新聞 大家還說這個扯是不正確的喔 所以國民政府這是一個機構而已 但是具體的人事物 我們就是需要能夠調查清楚 如果這個是在馬政府 那當然陳武馬政府就政府 這個統治的政府 如果當時是陳水扁政府 那就陳水扁政府 就這樣子嘛 所以嘛 我們現在光是你和我 對這件事情就有不同的認知 當然需要有一個機關 有一個機構可以把這件事情調查清楚 我們現行的法律哪一個可以做到 沒有嘛 我們沒有任何的制度可以做到這個部分啊 所以轉型正義的四個部分裡面 司法追究 真相調查 損害賠償和制度構建 四大部分裡面 我們現在都沒有完成可以做到啊 這只是一個半套的做法 所以 書委員你們現在不是提出了 不當黨產條例嗎 不是要處理黨產嗎 那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中一個例子 所以我們現在的四個部分裡面 當然需要讓它可以更完整的設定 這就是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在這裡 提出一個專法的狀況 專法讓這件馬政府時期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在希望能夠繼續加速推動進行 大家等待這麼久的狀況可以趕快完成啊 那其實我在這裡聽了一個早上 實在是不能明白 這麼明確的事情為什麼還需要阻擋 為什麼需要有這麼多 刻意加進來誤導讓程序繼續辭言 把這件事情說得更花更灰灰啊 這樣的狀況 不能夠把這件事情好好的做下去 我只有講 第一個 不必要成立獨立機關 因為成立獨立機關的確跟 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的精神不符 第二個 如果你定了這個 還要去調查 那麼跟其他已經既定的法律會有進合的問題 這些在定條例的時候都要好好考慮 我只是這樣講而已 所以我們的意見完全不一樣 我沒有說反對就是不能定條例 我想我們的意見完全不一樣 那幸好520要到了 那我們謝謝秘書長 謝謝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徐國勇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們請今天有到的各個部會提出書面的代表通通上台 是 剛才我就不一一唱名 請自己上台 請問你 感谢观看